Hey guys, what's up? This is Paul 今天我将教大家如何用英语准确说送你回家 试想一天你在下班的时候遇到一位顺路的热情的同事 你对他说 Could you send me home? 你能送我回家吗? 但此刻你的同事一脸懵逼 不知你在说什么 因为在这种语境下你的表达是不准确的 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说send这单词意思是指安排去派去 它是指让某人离开某处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I'll send my kids to school 我要让我小孩去学校 好,这个地方的让小孩去学校 不是指我要陪小孩到学校 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坐车 或有人其他的人来帮他们去学校 或者送他们到学校的意思 不是指你亲自的陪小孩到学校 所以我们这段send的用法 它不强调亲自陪伴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例句 Could you send me home now, sir? 然后这个句子的话 就是在公司或工厂里面 如果你有几时回家 或是你不舒服 你就问你的上司 你能让我离开工厂回家吗? 这样子的 Could you send me home now, sir?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它不强调是指 你的上司要送你回家 陪你回到家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或者你是位老师 如果你遇到为熊孩子不听话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子说 If you don't listen, I have to send you home 如果你不说话的话 我将送你回家 这样子的意思 但不强调你要陪着小孩回到他家的意思 OK 甚至呢 它在竞技域类的比赛里面 可以指击败对方 我们看一下例句 Our team will send them home 我们的队伍将把他们送回家 意思就指我们的队伍将击败他们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 你可以说 Could you drive me home? 你能开车送我回家吗? 如果是要用车的方式送你回家 就是Could you drive me home? 你要这样子对你的同事说 OK 然后这个地方值得一提的是 Drive something home 就是中间的那个宾语的话变成something 而不是加人 是加失误的话 它的意思就指把什么给阐明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例句 You're really supposed to drive your opinion home 你真的应该把你的观点给阐明 好 这里方的话 如果是drive你的观点 你的意思等等 它就指把什么给阐明的意思 就不只是送回家的意思开车 然后同时如果说要送某人开车回家 就是也可以用其他的说法 这个也比较常用的就是 I can give you a lift home 或是I can give you a ride home 都是行的 这份lift这单词的话 它本来在美国的话 也是家著名的汽车共享 就是这种公司 类似于第一大车一样的 叫lift 可能他们是比较写音吧 也这个意思就送你 开车送你回家的意思 但如果是你不强调是开车 如果你从其他的方式的话 比如说骑电动车之类的等等方式 你都可以这样子说 I can take you home I can take you home 就只是我将送你回家 这样子的 OK 然后如果你是要搀扶着某人 或是同某人散步走回家的话 你可以说成是I walk you home I walk you home 好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我要就是走路陪你回家的意思 但如果是你想用这个比较正式的 稍微有点过时的说法 就是说我要陪你回家 比如说你们是一起坐地铁 一起坐公交 一起坐出租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说 I will see you home I will see you home 就是说我要陪你到家的意思 都是可以的 OK 这件课了 如果你有系统学英语的需求 可以是到微信 然后喜欢的视频 可以给我点赞 留言分享 或收藏保存 Thanks 或者在bilibili.com这个网站 搜生活英文教学 一键三连哦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